好,那今天主要要分享的是 有关于怎么样连接 透过http的协定去连接后台的系统 然后去发送http的请求 然后去接受http请求回复的内容 那我们先看一下outline里面大概说什么 一个部分会大概说明一下 这个这张简里面主要做什么 然后会说明这个backend主要是做什么 然后这边会说明有关http是怎么运作 然后怎么样去设定一个dummy的一个backend 一个模拟的资料平台 然后来提供后续这个这堂课里面的这个练习 那接着这边会提到 怎么去安装这个htt的package在法特里面 那接着会说怎么样去发送一个http的pulse的请求 到backend系统 那再来会提到说怎么在htt发送请求之后呢 去等待去接收这个http的讯息 那后面会提到怎么样去抓取 然后去传送这个资料 那后面就是有提到说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无谓的http请求 那接着后面会提到说怎么样去做 这个有关于资料载入一些状态管理 那这个载入的状态就是在说明http里面有哪些状态 接着是有关于错误的部分的回应要怎么样去做控制 那再来是说明有关于那个怎么样去发送一个删除的讯息的请求到后台 那接下来这边会说明怎么样去控制这个 当没有资料回应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状况 要怎么样去做这种错误类型的处理 那我今天就会讲到232 那233之后应该是下一位分享的范围 那我这边就不赘述 我就先讲232 那220这个部分呢 首先他这里大概就说明一下http发送的请求部分 那怎么样从APP发送到后台去 然后呢你为什么要加一个后台 然后呢你为什么要加一个后台 然后在怎么样从 Frotter这个APP发送一个htt请求到后台去 然后呢你为什么要加一个后台 不好意思 我们继续 好那这个220这边说明主要是这一节课里面分享的主题 那接下来说221的部分呢 他这边提到说什么是一个后台 然后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 那这里就提到说 一般我们的那个mobile APP的资料 通常我们都是存在local 那当你存在local有可能 你可能有资料遗失或是物被删除的时候 那你资料就有办法复原了 那所以他这里 也提了一个方式就是你也可以将资料 集中存放在一个远端的一个伺服器 那好处是第一个是 这个资料呢 你可以存在这个 这个后台上面呢 你可以做备份 那服务资料可能就不容易遗失 或者是物删除的时候 你还有备份可以还原 那再来就是说 APP的这种服务通常是服务大众 那所以呢 你可能也需要将这个资料做一个分享 照说安装这个APP的user 然后去跟这个APP去做互动 所以去上述这个理由 你可能需要将这个资料 要集中存放在一个后台系统上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FlatAPP呢 就必须要有能力去 跟这个后台的系统去做沟通 然后去取得这些资料来去做运用 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就会简单说明 怎么样运用一个dami的一个 saparty的一个服务 这个后台的这个软体 然后去做这个FlatAPP 然后去跟后台资料去做互动 那这边就有提到说 你在这里会学到怎么样去发送这个htt的请求 然后去存存这个资料 或者是接受这个资料从后台系统 那这里就是有一张图啊 这边有提到说 FlatAPP怎么去跟后台这边去做互动 沟通 那像这里就提到说他这个 用户的这个device 那 他这个 资料是可以存在本地啊 你可以跟后台系统去做沟通 然后去取得一些资料 透过Internet去取得资料回来 然后再去做运用 然后显示在APP上面 那他这边就有提到说什么是HTTP 那我相信HTTP大家应该都不莫真 那所以HTTP呢 他一定是一个 一个主同制架构啊 一定有一个QRN跟Server 那从QRN的角度而言呢 他就是发送方 那从Server side而言呢 他就是后台 从目前这个图面上简易的说明解释 那从客户端呢 他这边就会发送 一个HTTP的请求到后台 那后台收到这个请求之后呢 他会回应这个HTTP的内容 所以他这边是回应一个HTTP放的 这是有一个去一个回 那这边有文字说明 那下面这里有提到HTTP呢 他有一种方法 一种是get posed put 然后patch跟delete 那这边说明来讲 get的话 这边通常用来截取数据 那posed呢通常用来做新增 那put呢是用来overwrite数据 那patch是用来更新 然后delete是用来删除 这个是在HTTP 上面他规范的一个用法 然后HTTP他的request跟response组成的部分 首先这边可以看到HTTP的request的部分包含什么 一个有URL address 然后有message message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 这是他的message 然后有header 就是你发送方一定会 带有一些表头的讯息 然后有这个你要发送的内容 就是本文的部分存在这个body 那你这个HTTP的请求发送过去到后台 那后台这边接收到之后处理完 他回应你讯息的内容 那他回应给你呢 他一样HTTP上会带个表头 然后回应给你这个讯息的内容 带在这个body里面 那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表头部分啊 可以看到HTTP他这个表头里面有包含什么 第一个是host 就是你请求的目标的伺服器 然后user agent 那user agent通常就是指你发送过去 你这个client端的软体 比如说你是用什么样版本的浏览器 或者是软体的名称 或者是你这个是什么样的手机 通常会带这些information过去 那asset的部分呢 通常就是需要配合后台啊 来去做定义 就是指说客户端发送过去呢 他能够处理的消息的内容的类型 那以我们这堂课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client端的内容类型 我们会指定成 Application Jason Format 这个是我们这堂课里面 会需要使用到的内容类型 那再来是content type 那这边会指出说 你这边要请求主题的内容 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 然后再来是用户身份验证讯息 那主题就是刚刚提到的body的部分 那回应的部分一样是有表头 那表头这边比较特殊 这边就是会定义内容的这个长度 然后cookie 还有一些catch catch的control 然后这边回应说 给快乐团知道说 目前伺服器软体版本是什么 然后后面组解部分就是回应的内容的数据 的资料部分 好 那接下来就是会 介绍怎么样去 设定这个dummy的backend 好 那首先呢 这边会运用 这个 Filebase 他是Google提供的一个服务 所以只要你有注册Google商场 应该就可以使用 那首先这边有提到 然后先去这个Google上面呢 先去这个Filebase 先create一个project 那我这边就是照他这个定义的作案名称去设定 然后按接受 然后就是继续 玩的时候一直下一步 然后呢 他这边就会出现这个设定长空讯息 然后点击这个realtime database 然后他就叫你设定 那这个下部设定好之后呢 应该是就成功就可以用 然后一刚开始他会出现这个URL 那这一段URL呢 这样他这边会带一个LUMBER 设定的就是你这个 背景的接收的一个URL 那这一串URL之后我们在课程里面就用到 那这边这个是参考资料 这边一个RES API 你可以参考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去看一下 刚刚提到HTTP 那几种的Message怎么去做操作 那这边都有详细的说明 那这边讲的是怎么去安装 Flat的这个HTTP的package 那我这边安装是按到他这边定义了 那安装方法很简单 就是在你的Consol上面 直接下这一串Consol上面 Flat pub add HTTP 那就是我们去安装 那装好之后呢 接下来就可以来使用 那这个是 已经新增一笔资料的一个 图片 那下面这边是在这个课堂上面这个code 有提到说怎么样去新增一笔资料 那这一串URL是我自己的 那所以在这边就定义说这个URL的 adjson.json 这个就是我们要操作处理的这个文件 那这个code的部分呢 刚刚提到嘛 这个端会依序 定义好的 这个json的格式来去做操作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全部都用这种格式来做处理 那这个adjson.encode 那这个adjson.encode 应该就是将这个文本的资讯做加密 加密之后再传送 那这个是刚刚那个简易POSE的部分 那按照他这个save去发送呢 就会将成功将那个这笔资料写到后台去 那这里说明一下 这里这个control的URL它里面有什么 第一个是这个HTTPS呢 它可以使用HD协议来去建构这个URL 然后这一串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那个realtime 那个database的domain name 那这domain name是唯一的 就是你如果有建立成功的话 你自己应该会有这一串属于自己的domain 然后这个json json file就是那个数据库的路径 就是刚刚我们在那个画面上设定 那资料就存在这个json format的这个档案上 然后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这边有hd.pause 那这边就是会发送一个请求到指定URL 那这边可以设定可以的 那内容的那个content type就是 这个effication json 然后发送的讯息内容的主体 那这个我们刚看到这个call 是把它编码成json的格式 好那接下来有提到说 就可以开始来做 啊 hd發送 然后去取得他的response 那下面这段call呢 是在这个newitem 点大的下面 那这边就发送一个 hd.pause的请求 那这个是他里面带的刚定义的这些禅数 啊这个这个是刚刚那个是 刚那个是pause的请求 啊这个是response 不好意思刚刚有 这个是response 那这个await是可以去等 这个hpose他回应的message 那拿到这个response之后呢 后面可以再去做出 好那我们拿到这个resonse的data呢 可以先print看一下他的body的内容 然后点这个status code 可以去看一下他这个状态吗 是不是200 如果是200的话就是ok 表示状态这个是正常 然后可以透过这个contest.mount 去检查这个contest 是不是有效 他这行主要就是在判断说 目前这个contest 是不是依然有效 如果他无效的话呢 那我们就直接return回去 就结束掉 那再来这个 Navigator.contest.hub 这个就是之前有提到 这是导航回去到前一页 那接下来这边就会提到 有关于怎么去抓取资料 那这边首先呢 在这个grocer list.dat里面 他这边有一个init state的状态 那他这边会去做什么 他这边会去在init的时候呢 他会去做loaditem 那loaditem呢 主要就是去将这个gocer list item的资料去下载下来 那所以他下载的这一串 主要就是这里的核心 他这边有定义到 你要到哪边去下载这个资料 就是刚定义那串 然后呢 他这里是用get 刚是post 他这里是用get 那get 回来这个资料呢 他会等待 如果他回传回来成功的话呢 他会get 拿到这个资料 会存在这个帮 那这个资料拿到之后呢 因为他是之前发送前 他是有json encode 那所以他拿回来之后 你要把它解译成printex 你要透过这个json encode 那json encode 完了之后呢 他这边的资料形态 应该是存成一个map 还有key跟dynamic的那个 物件的内容 好 那这边会定一个空的goesery list 所以刚提回来这个 list的资料呢 那这边就做一个iteration 将这里面的之一个item 把它列出来 所以这个category里面 他就会去做 去第一个会去找这个category 然后去将这个词带出来 然后后面这个loaditem 这个就是刚定义的这个list 他会将这里 拿到的这个goesery的item 就是这个list goesery item 他会把这个item拿到资料呢 他会放到这个goesery item 这个物件里面 他会封装成这个goesery item 然后加到这个list里面 那这边就是 当那iteration跑完之后 那你的资料就会存在这个loaditem list 那这边是做一个状态的更新 就是我们刚已经load完的那个list的资料 会存放到这个groesery item 那这个时候前面就可以接去前面程式嘛 就会正常去把这个资料秀出来 那接下来就是 会说明到怎么样去避免无效的request 那这个是一开始之前在newitem的地方 有去发送HTTP的request 所以他就没有get到data 然后去做.code 那所以其实在原来newitem这里已经有去发送HTTP请求 然后拿到资料回来了 那所以呢 其实从这里就可以将资料 透过原来这个navigator.pub的这个方式 将资料直接pub回去到前一页 所以就不需要在那个groesery item groesery list 你点data那里面再去做一次HTTP request 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在这里不需要额外再去调用这个loaditem 这样可以减少HTTP 他的发送request 这样效能应该也是会比较好 然后再来这边有 要怎么去管理loading state 那这里的loading state 嗯 他这里 主要先在 在这个groesery list的点data 他只有定义一个global变数 然后先把他设成true 好 那 当资料载入完了之后呢 他就会把它设成boss 设成boss 好 那这边呢 他有做了一个 判断就是 在这个 wgit的builder里面 他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当这个资料呢 嗯 当这个资料 还在载入过程的时候呢 他会做一个loader的一个指示器 然后在载入过程中还会转圈圈 满载完之后呢 他他就会消灭 好 那这里是这个load 这个loading 主要的一个作用 好 然后在newitem这边呢 他也做了一件事情 他会去判断说这个资料 啊 是不是 啊 正在发送 发送请求中 所以啊 他这里在这个 一样设定的global变数 然后把它设成是foss 然后在saveitem这边呢 他 会去设定这个 extending的这个bm2把它设成true 那这一段主要就是说 当他验证完之后呢 然后他将这一些输入的资料 然后开始做save 当save这个动作 完成之后呢 然后他这边会把状态改成 这个extending会把它设成true 这样就是可以在UI上面 显示他目前正在发送的状态 那所以可以跟在build的方法里面 就会根据这个extending来做UI 状态更新 他这里主要目的是这样 那另外呢 在我们那个 呃有两个test button 他也是可以跟这个extending呢 去做状态的一个同步 就是我在发送过程中呢 为了避免让用户 再去一直 不按 他可能等太久 可以一直按 那我不希望这种错误发生 所以在我extending过程 我希望将这两个button先经用 然后显示一个load 让用户知道 目前还在发送中 所以他这边也有一个用法 这样 所以他后面这里 在这个button 他额外做了一个tool 就判断说这个extending目前的状态是true的话 那他是生成no 那如果是false的话呢 他这边状态是reset 那像后面这一个也是一样 如果是在发送过程中 他就是显示那个circle的progress 他会开始转圈圈 那如果sending完成的话 他这边会显示 显示过来add item 那后面就提到说 错误处理的部分 怎么样去做 这个handling 那这边提到说 当有错误状况 发生有几种状况 一种是网址错了 或者是遇到网络断线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跟后台 中间是透过internet在连线 那如果当连线断掉的时候呢 一样这种状况 必须要去做判断处理 那所以这边 有提到说 像我们就可以透过http 的status code 来做一些常见http的一个错误的 判断跟处理 好那后面这边有4xx的 代表就是客户端的错误 那5xx这边的部分 就是服务类型的错误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错误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判断处理 那这里是有一个前进 就是假装把这个url 网址可以打错 那所以我们这边会看到他 在response 会get到一个错误的选择 这个你看就是在转圈圈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做 error handling的部分 要怎么处理 那 那我们在这个load item的这个部分呢 也去判断说他response的 这个status code 如果是带点400的话 那表示有异常 所以异常的部分的这种状况呢 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 显示这个错误讯息 让用户知道 好那 那 后面builder的部分呢 就是将购物讯息 显示在那个画面上 好那二三页部分呢 这边 这边 这边有说明怎么去处理这个 当我要删除某笔资料的时候怎么样去做处理 那删除资料部分 那在这里哦 就是grocery list 点DOT这边 他这边去新增一个remove item的方法 来去做 那个项目的删除 然后更新到后台 那如果删除失败的话呢 应该要恢复 所以他这边第一个他有 先去判断这个grocery item 他的index 好那 这边有提到就是 我删除这个 这个项目的话呢 可以 将透过这个 grocery item点DOT 然后里面带这个item 将那个项目做移除 但是这个是在local 但是我们要移除 remove的那个backend的话 这要透过这个HDA的请求 去将后台这要做删除 那他删除 这个domain的话 就是跟刚刚的看到的是一样 唯独不同 是在这个shopping list的后面多一个写线 然后将这个item.id带进去 那这个item.id呢 实际上就是 在那个 后台上面看到的那个name 是一样 所以他会mapping这个id 然后去做delete 那他delete的部分的话 他是透过这个方法去操作 就是http.delete 他会回应 一样是会回应你 reference call是200 但是如果他回应你是大于 或等于400 那表示这个删除的请求是失败的 那失败的话呢 我们 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将原来删除的 这个item把它还原 所以 这里的操作 又会将这个 index跟item 再把它加回去到原来那个list 那这样就还原 那后面还有针对一种情况 就是针对no data的时候 那怎么处理 那这也只是当 呃 假设我们的呃 后台都没有任何资料 或者说你在把所有的item 全部移除光了 那这个时候你去载入的时候 其实资料是空的 那资料是空的 你也必须要对他去做处理 那他这边处理的方式 一样哦 就是在这边 啊 他这边一样发送请求 那请求发送过去 啊 这是前面的 这是这是全面判断那个 this one call die 是吧 后面这一段 不好意思 是reason 8点 如果这边是 载入的内容是怒我的话 那 那 将这个extoding设成for 然后return 那这个怒我呢 其实是要看你后台 实际上当你载入失败的时候 他出现的这个 内容是什么 所以这个等于等于后面这个 可能是要视情况而定 那在这里的话 这个case他是 小写的诺 所以他是用这样子的 这个条件来做判断 我讲完了 好那 不知道 这位同学这边有什么问题 好 好 同学这边没有其他问题吗 好那我 最后会将这个笔记一样分析 这边讲在论坛上面 好那我看一下 嗯 接下来 接下来下周应该就是 嗯 请 这就是 哦 接下来是请 Ada分享 有有 这边 OK好那 加油 因为我知道我 这边讲的可能 也没有很顺啊 所以如果有疑问的话 可以在discord上面 一起在讨论 好那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谢谢 拜拜 晚安 晚安 谢谢晚安 谢谢晚安 拜拜 回家 没关系 慢点 再见 慢点